跟黨員們一一握手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到澎湖 參加立委聯合服務處接牌儀式 對於近期黨務改革 整併黃復興引發反彈 朱立倫親善火箭 強調沒有要消滅黃復興 而是要進一步爭取青年認同 暫立我們都知道 國民黨不再是加大業大 就像我們中央設退伍軍人部 不是服務原來的黨員 去爭取更多新世代 青壯世代的退伍軍人 這不是在消滅黃復興 這是讓黃復興的精神 能夠擴展出去 朱立倫重申 這一屆國民黨立委平均年齡 是三黨最年輕 就是國民黨年輕化最好的宣誓 但話鋒一轉 對於藍營力推不再及投票 卻被民進黨批評違憲 朱立倫再度開炮 民進黨會這種反對 怕其他的地方工作的 這些投票不投編民進黨 這叫政治算計 澎湖人最有感觸 因為澎湖人一大部分 都不是住在這裡 為什麼一定要坐飛機或坐船 回到湖來投票 朱立倫也拿過去民進黨的例子 打臉綠營 諷刺民主進步黨 怎麼執政之後 就變成了民主退步黨 民進黨在野的時候 每天都騙大家說 要不在一起投票 結果執政之後 現在每天反對 他竟然可以說這是違憲 中華民國憲法 最重要是保障大家的民主權利 剝奪大家的民主權利才是違憲 藍綠工房朱立倫喊話 國民黨一定全力監督政府 就是要揭發民眾認為 過去的不公不義 也會全力推動國民黨提出的 民生與改革法案 解陽七號 呂正宇 顏育龍 澎湖報導